旅音音樂家曾淑偉 在倫敦著名的聖馬田教堂 舉行了演奏會 演奏鋼琴和大提琴 吸引數百人到場聆聽 美麗的音符飄揚在十八世紀的大教堂裡 宣告臺灣首次參加聖馬田教堂 使館音樂會的系列活動 相當成功 美麗音符從指尖中飄揚而出 令台下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臺灣旅音音樂家曾淑偉 在這個英國著名歷史悠久的教堂中 以大提琴和鋼琴獻上動聽的演奏 吸引數百位人前來聆聽 聖馬田教堂 這次的演奏會 是聖馬田教堂為外交使團舉辦的 一系列音樂會活動 開放各國使館 邀請自己本國優秀音樂家 在教堂中演出 臺灣是首次參加 祝贏代表林永樂也前來欣賞表演 這個場地非常的特別 Saint Martin Interfield 是在倫敦非常有名的一個教堂 因為它剛好就在國家美術館的旁邊 Saint Martin Interfield 它有一系列的外交團的音樂會 它也歡迎各國的大使館來安排同樣的活動 所以我們最高興的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音樂會 能夠跟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的活動都放在一起 而且是由我們臺灣的音樂家 臺灣的鋼琴家 曾淑瑋叫做來表演 我覺得讓所有來參加的觀眾可以感受到 臺灣在這邊的能見度 臺灣在這裡的實力 我覺得非常高興 目前在曼紐音音樂學校任教的曾淑瑋 表演地點遍及歐美 以富含情感及技巧著稱 也帶給倫敦民眾一場非凡的音樂饗宴 臺灣宏觀電視如為中 英國倫敦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